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缓冲质量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8月21日12点35分36秒 播放流水3DD11528 9B598BB7579C0A361 49600E870201本地日志 点击下转 点击清除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激进文老元老赛变欢乐网球场 米娜付出周秀昂扫取证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XWINDOW DATA VIDEOAR PUSHIMJHTTP In News GTIMG.COM NewsApp LS04946954409 640360600EVIDEOAR PUSHIMJHTTP E FIT C0026JC10C0 Date视频 集中文老元老赛变欢乐网球场米娜付出周秀昂扫取证 时长约2分46秒 两届大满冠女单冠军得主李娜腾讯体育8月23日选国际网球名人堂 International Tennis Hall of Fame 公布了2019年的8位候选人名单 中国两届大满冠女单冠军得主李娜成功入选 有望成为首个入围网球名人堂的亚洲球员 话重点 国际网球名人堂成立于1954年 建于美国罗德堡州的纽波特 是一座网球名人的纪念馆和博物馆 入选名人堂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在网球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已经五年或以上时间不再参加职业比赛 富有体育精神 具有鲜明个性 并被网伴认可 2011年李娜在法网折柜 成为首个赌得大满冠单打冠军的亚洲球员 2014年他又在奥网拿下了个人第二座大满冠奖杯 世界排名上升到了职业生涯最高的第二位 网球城就有目共赌 同年9月 李娜宣布退役 如今距离李娜退役 已经有五年时间 此外李娜性格直率 个性鲜明 拥有众多球迷 入选的三个条件完全满足 入围2019年名人堂 候选的其余新人分别是马利·比尔斯 空奇塔马丁内兹 格兰伊万尼塞维奇 乔纳斯比约赫兰 再二期布鲁格拉 耶夫格尼卡费尔尼克 福克托马斯 穆斯特 或 即网球名人堂将为候选人发起线上投票 截至日期 为10月7日 得票前三名的选手 要接受国际网球记者 组成的评审团的投票 获得超过75%的赞成票 才可以正式成为名人堂的议员 入位者将在2019年1月正式宣布 相关资讯 李娜确认亮相WTA香港赛 10月9日出站名人表演赛 一文读到李娜站员老赛 不出享受网球儿女招手曝光 李娜现身无网他票一时发摇晕 等着大家一起过节